这绝对是七月最强的霸权神作 喜欢小男娘的千万不能错过 男主北条石形是连仓幕府的小少主 从小文不成武不救 唯一擅长的就是从侍从们手里逃跑 在树长兄练剑的时候 他在逃跑 在幕府大将高氏准备出征的时候 他还在逃跑 不过躲过了那么多人的追踪 他还是被高氏给抓住了 高氏一脸宠溺的看着小少主 告诉他自己马上要远征京都 镇压先帝后蹄虎等人引发的动乱 而石形则是他选定的未来主君 他希望石形能见证自己对北条家的忠义 石形也很依赖这位大将 等高氏走后 石形的青梅竹马亲子走了过来 提醒他没必要对高氏畏畏缩缩的 毕竟他可是幕府的继承人 是高氏未来的主人 而自己则是石形的未来妻子 说着就准备强文小少主 结果刚刚那两个侍从追了上来 石形立马一溜烟跑了 旁边亲子的父亲一脸恨铁不成钢 觉得石形难成大器 估计跟他爹一样也是个傀儡 亲子对此并不在意 就算是傀儡又如何 反正只要能享受荣华富贵就行 而且石形为人温柔 长得又好看 和他结婚一点也不亏啊 另一边那两个侍从 哪都找不着石形 而石形就坐在房顶上 看着他们俩一边闹一边离开 一点而也不在乎别人说自己不成器 这时兄长端着几个包子过来找他 他们家人一个比一个不想当主君 两人的父亲体弱多病 又毫无干净 兄长虽然是数子 却一点而争权夺利的想法都没有 直接光明正大开摆 身为笛子的石形 想摆也摆不了 只能天天跟手下们玩玩捉迷藏了 没想到两个侍从学聪明了 这次左右包抄 石形便将小狗托付给兄长 随后撸起袖子一跃而下 直接跳到了对面的屋顶上 两个侍从笨手笨脚不敢下去 而石形抓着房颜开始不停地荡 等到里面的人将窗户打开 顺势跳了进去 打开一扇又一扇门 又穿过了女眷所在的庭院 快乐地跑出了宅邸 来到了大街上 脸上是压抑不住的笑容 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啊 街上的人们也见怪不怪 满脸笑意地 看着小小主又逃跑了 最后石形来到了城外 跳到树上 俯瞰着整个镰仓 他爱着这片土地 喜欢看人们过着和平生活的笑容 也不想要什么荣誉和地位 只要能在这座城镇生活 就心满意足 哪怕当个傀儡 所以说他懒惰懦弱 也没关系 突然一阵凌撑声传来 一个美丽的少女出现在树下 表示石形那并非懒惰 更不是懦弱 而是沉睡在他体内怪物的碎片 说这是他父亲说的 下一秒 石形身后冒出个大脸 把他吓一跳 这人自我介绍 是信农国的神官 走访赖众 不愧是神官 讲话又颠又神神叨叨 一上来就巴拉巴拉 给石形说了一大堆 说他是奉令向上天祈祷 守护镰仓 免于敌人侵害的 刚刚已经完成了祈祷 所以过来向石形的父亲汇报 而下面那个女孩 是他的女儿小哪 因为擅长秘术和树物 就给自己的父亲当起了助手 石形只想知道 这人为什么会知道 自己会爬上树 没想到连小哪也神神叨叨的 说他爹能透过神力 窥视未来 邹访为了证明自己的神力 盯着石形左看右看 却陷入了纠结 石形对这人更加不信任了 不过邹访说 他在两年后 会成为惊天动地的英雄 还会成为大战的主导者 甚至改变这个国家的未来 石形根本没听进去 悄悄撤退 火速逃跑 很明显把邹访 当成了江湖骗子 可那双真挚的眼睛 却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让他真的有一股 想要相信 自己会成为英雄的冲动 当然石形还是没有相信 他把这件事当笑话一样 讲给了兄长听 兄长却觉得 那家伙说的也有道理 石形跟他们家其他人都不一样 只要满足某项条件 肯定能成为英雄的 一不小心把球踢得太高 从房顶上掉了下来 下一秒那颗球变成了一颗人头 这里是京都外面 高氏正用慷慨激昂的声音 鼓舞着士兵 一定要将叛军歼灭 下面的将士们也热血沸腾 然而下一秒最激动的那一位 却瞬间被旁边的战友砍碎头颅 因为高氏压根没想扫除叛乱 他已经和后提湖天皇串通 现在京都的幕府军遭到击溃 高氏所率领的新田军势力瞬间壮大 第二头前往连仓进军 局势一下子逆转 不久前还在天天追着士兴跑的两位侍从 已经被乱箭射死 亲子的父亲直接自尽 而亲子本人在被敌人侵犯之后 惨遭残忍杀害 和平幸福的连仓 转瞬间成为了地狱 到处都燃着熊熊烈火 烧掉了幸福 烧掉了安宁 惟于罪恶 而高氏在火海中沉溺于自己大业的幻想 石刑的父亲及其家臣共八百余人 全部切腹自尽 唯一的幸存者是石刑 此时是1333年5月 连仓幕府 宣告灭亡 石刑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景象 身后却出现两个人影 正是那对妇女 邹房说是石刑的父亲临死前让他协助石刑逃跑 而邹房将会带石刑去他的领地信农邹房 石刑任由邹房拉着自己往前走 擅长逃跑的他已经不想再逃跑了 而是想像父亲他们一样切腹自尽 邹房便问他 如果你死了 日本的未来又会变得如何呢 三人来到了山上 看着下面的人间炼狱 那些都是石刑不久前才见过的人 现在不是被糟蹋 就是变成了尸体 石刑得知这一切都是高氏做的 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 明明是对他那么温柔的高氏阁下 难道连他离开前的那个笑容都是虚假的吗 邹房并没有去安慰石刑 而是窜夺他振作起来 为大家复仇 表示自己一定会助他一臂之力 看着眼前的景象 石刑根本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复仇 那可是只花了24天 就毁掉了整个国家的军队啊 所以最起码让他死得像个武士吧 邹房觉得他说的对 于是直接把石刑给推了下去 石刑原本任由自己坠落 却在最后一刻掉转身形服趴着落地 结果邹房还给他上强度 对着下面大喊一声 这是北条之子 本来还猛逼的士兵们立刻围了上来 好在石刑敏捷度点满 擅长逃跑的少主殿下 在刀光剑影中迅速穿梭 同时觉醒出了活下去的欲望 拉开和士兵们的距离后 一跃而起 跳到了邹房的怀里 用抱怨的语气问他 要是害我死掉怎么办 石刑嘴上说不赴死 始终耻辱 而刚才毫不迟疑 选择让自己活命的 正是他心中的英雄啊 邹房就这样抱着石刑 冷静前行 漫天的剑雨 仿佛长了眼镜一样 刻意绕开他们 邹房对着石刑好一番称赞 说他是拥有生存本能的怪物 有着比谁都优秀的活命之才 对于杀害主君 夺得天下的高势而言 肯定是天大的麻烦 因为下个最优先要杀死的 连仓幕府继承人 比谁都要擅长逃跑呢 如果高氏以杀戮成为英雄 那么石刑就将靠着活下去成为英雄 他们都是有着两极命运的英雄 当然只靠逃跑和躲藏 是无法取胜的 所以邹房会为石刑准备好一切 同党 武力和智慧 而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石刑要能活下去 积攒实力 积杀追来的鬼 来吧 夺回天下的鬼抓人要开始了 三人骑着同一匹马 向着远离镰仓的方向前行 石刑忍不住问邹房的目的是什么 邹房毫不犹豫回答 一切都是为了对北条家的忠义 当然石刑肯定是不信这种话的 真正的理由 他将会在石刑夺回连仓 这片土地的那天告诉他 而石刑是被邹房救出来的 他要求邹房对自己负起责任 邹房也毫不犹豫承诺 自己会追随他直到地狱尽头 事实也正如邹房所说 两年后石刑将会轰动日本 他的壮烈生涯也将从现在开始展开 这绝对是七月番最畜生的角色 为了向敌人投诚 居然把自己亲外甥给卖了 外甥被砍投 他还觉得不够 还想再去把石刑抓回来 这样他的荣华富贵才有保障 在高市带兵攻打连仓那天 石刑的兄长本来是逃出去了的 小心翼翼躲起来 却被舅舅发现 得知弟弟也被救走后 兄长就安心了 结果居然刚好被几个士兵撞见 舅舅就安慰他 夏季武士认不出他们的长相 只要自己上去敷衍几句就行 说完就走了出去 石刑的兄长本来还很为舅舅担心 没想到舅舅却是故意出卖了他 对那几个士兵指了他藏身的位置 而石刑也被噩梦所演 梦里还听到了邹房的声音 邹房一脸猥琐的 看着睡梦中的小正泰 觉得这小正泰也太可爱了 好想在他脸上镶一个 结果千军一发之际 石刑惊醒 那一刻就窜到了房顶上 还对邹房兴师问罪 说好的要去他的领地 可现在他们已经在镰仓躲藏好几天了 邹房解释是因为出口 被众多兵力严密监视 他们现在想出也出不去 石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外面到处都是旗帜 以前宣誓效忠幕府的武士们 却轻易背叛 这一切都是高氏的指使 石刑又想起来 高氏以前微笑着陪他玩儿的场景 可惜早已误视人非 这时小拿也安慰他 只要换上这身衣服 他就能伪装成是神社被烧毁的神主随从了 而石刑关心更重要的问题 他可从来没听过 有人能靠鬼抓人夺得天下 连正面比拼的实力都没有 何谈夺得天下呢 结果邹房又开始忽悠 说他已经看见石刑成为英雄的那一刻了 现在只需要沉住气就行 如果没事干的话就跟他们一起玩双溜吧 石刑都无语了 越看这个人越不靠谱 于是直接跑了出去 来到了被烧毁的废墟 没想到刚好听见两个人在讨论他兄长被处刑的事情 他不敢相信兄长就这么被砍头了 一时冲动冲出去向那两人质问 差点暴露自己的身份 还好邹房和小哪及时赶到 让他解释了一番 那两人也无所谓的说出了石刑兄长被抓的始末 就是被亲舅舅给背叛了 而这个舅舅在日本历史上也是首居一指的畜生武将 听说自己的兄长被当众斩首 石刑难受得要吐出来了 为什么明明不久前还那么快乐的他们 转眼间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高氏背叛了他们 武士们背叛了他们 现在居然连舅舅都背叛了他们 石刑不知道还有谁能信任 他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不忍心看小郑泰哭泣的邹房 直接一个滑蝉躺在了他身下 企图用自己的圣光让石刑冷静下来 不是哥 你就不能让人家好好哭一下吗 而邹房起身后 又开始用他那破神力预知未来了 看到的全是抽象玩意儿 什么周围敌军太多 没办法轻易出手 而石刑更关心舅舅在哪里 邹房回头看到他坚定的表情 就像他伸出手 石刑刚握上去 就被邹房拉着快跑 让石刑为他的兄长报仇血恨 就当做是他取得天下的第一步吧 另一边 石刑的舅舅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待遇 还被高氏给撵走了 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被刺的只是一个侧氏之子 没什么价值 如果他的人生双六 还想继续前行 那就必须把石刑的人头也一并奉上 他的自言自语 全被石刑三人看在眼里 果然是个老畜生 邹房则告诉石刑 鬼抓人的必胜法之一就是要先了解对手 现在他们已经了解完了 可以回去商讨对策了 但石刑还是没什么信心 因为他从小光顾着逃跑了 根本就没有好好练过舞 邹房也没指望让他自己复仇 给他介绍了两个朋友 那俩人和小哪一起玩儿奇怪的双六 石刑根本就看不明白 两人也向石刑做了自我介绍 少年名叫胡次郎 一看就是个武士 年纪大一点的少女是亚爷子 他们都是侍奉邹房家的家族的孩子 这次将会协助石刑讨伐他的舅舅 大家都知道北条家已经被灭族了 不过两个孩子都没对此表示什么不满 亚爷子觉得石刑长得很可爱 胡次郎也想好好保护这位少主 几天后 在夜幕降临之时 所有人都忍不住屏息 邹房亲手向石刑奉上了一把剑 随着小哪的一句来了 那个老畜生舅舅宛如恶鬼一般 面目猙獰地冲了过来 在月光下看到了独自一人的石刑 多么美味的小男孩儿啊 石刑回头看到舅舅一脸渲然欲气 舅舅却只把他当成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当场就演了起来 让石刑不用再害怕了 自己会带他一起逃命 等他走到面前时 形才开口 问他为什么要出卖兄长 同时握紧了手上的长剑 下一秒亚野子和胡次郎一起从天而降 万万没想到 被舅舅将剑横在背后挡了下来 两人双双被震飞 老畜生也是明白了过来 石刑是故意引诱他过来 并且安排好人在附近埋伏着 不得不说 这小男孩刚刚的表情可太绝了 但他一点而都没起疑心 可惜他之所以被任命为石刑兄长的护卫 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他的舅父 是因为他强到足以担任护卫啊 老畜生脱下衣服挽了个剑花 身后的大树就阴声断裂 在烟尘中他迅速跑向石刑 而石刑也已经抽出刀 却被对方一招正飞出去 胡次郎和亚野子相继挡在石刑身前 却依旧无济于事 老畜生刀刀凌厉 招式毫无破绽 臂力也强到可怕 胡次郎和亚野子两个人家一起 都有些招架不住 石刑心中也满是绝望 他们三个毕竟还只是小孩 一开始齐齐失败 后面根本就不是老畜生的对手 此存间亚野子和胡次郎已经双双被震退 老畜生禁止向石刑冲来 对自己出卖主君之子的行为 感到无比自豪 正得意洋洋向石刑诉说着那天的情景 他背叛了石刑的兄长之后 都不用那些士兵出手 自己就把小男孩压在身下一顿狂揍 然后将伤痕累累的外甥拎了起来 而现在在他面前的是更诱人的目标石刑 老畜生满脑子都是抓住这个小男孩儿回去领功 而石刑一剧烈运动就脸红 他一脸红走访就要开始搞抽象 偏偏在这时候让胡次郎和亚野子撤退 趁这个机会好好看看石刑 看究竟谁才是拥有适应乱世之力的一方 本以为面对几乎毫无武力值的石刑 老畜生会使一击必杀 没想到他的每一击都被石刑轻松躲过 石刑不仅看破了他的刀路 甚至还有点乐在其中 越打越兴奋了 那副身姿绝不是靠练武能养成的身手 石刑是天生擅长逃跑啊 邹芳也说石刑并不是懦弱 只是纯粹热爱逃跑罢了 他的背后仿佛生着一双翅膀 永远在享受逃跑时的绝境 在镰仓动乱发生前 邹芳见过石刑一面 那时的他心地善良又为同伴着想 就像是随处可见的平凡孩童 然而到了战场上 这孩子也能开心地玩起鬼抓人 绝对是一个怪物 侍奉这样的主君 想必也会乐趣至极吧 胡次郎三人纷纷表示赞同 接着胡次郎和亚爷子 又一次冲上去协助石刑 因为石刑虽然每一集都能躲开 但是攻击方面完全不行 所以两人的任务 就是为他制造攻击的空档 老畜生越打越心惊胆战 如果今天让这小子活下去 那他肯定会一辈子都边逃跑边追杀他 就在这时 另外两个孩子攻了上来 趁其不备打落他的剑 又把他往石刑那边赶 老畜生干脆赤手空拳追上石刑 亚爷子从背后直接踹向他的屁股 没想到刚好让他从地上拔出剑 正要向亚爷子下死手时 却被胡次郎扔出一把剑阵退 剑又飞了出去 他自己也跌倒在地 就是现在 石刑抓住机会冲上来一跃而起 在院下双手举着长剑重重砍了下来 瞄准老畜生的脖子就将其斩首 头滚落到地上 就像是兄长那天玩儿的那颗球一样 兄长说石刑会成为英雄 还让他好好加油 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做到哦 石刑一剑斩落舅舅的头颅后 就跟着邹房他们一起趁月色往镰仓外跑去 邹房问石刑对初次上阵有何感想 石刑并没什么感想 毕竟他只是专心逃跑 一回神 敌人的首级就出现在眼前了 当然 这都要多亏自己的同伴们 石刑红着脸向三人道谢 邹房却说他自己也功不可没 身为会被敌人优先锁定的主攻 却身处战场 同时狼党们也值得信赖 只要具备这两点 石刑光复北条家族指日可待 听完这番话 石刑也被激起了热血 举起剑对着不远处的镰仓宣誓 我一定会再回到这里 然后击败元凶高氏 说完就将刀扔了出去 结果刚好插在了一头狼身上 摔不过三秒的石刑 瞬间屁滚尿流逃跑 几人千辛万苦逃离了镰仓 来到了邹房的领地 而石刑本应在新环境里茁壮成长 结果一来就想逃跑 还摔进了邹房提前为他准备的陷阱中 起因是邹房给石刑准备了几个伺候的巫女 以及油光水滑的蝗虫犯 可这次逃跑却被邹房预制到 还提前设下了陷阱 邹房压迫感十足地告诉石刑 不管他逃到哪里 自己都能马上知晓 历尽这里可是他的庭院邹房大赦啊 而石刑的当务之急 是好好学习武艺和兵法 石刑不想学 下意识逃跑 结果用一脚踩进了邹房的陷阱里 小哪过来安慰他 表示自己的父亲有时候就是这么跳脱 但是并没有恶意 然后给他搭了个梯子 石刑爬出来的时候 看到邹房乖乖跟女儿道歉 心里却依旧无法相信这个人 之后每天都逃跑 邹房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 还告诉其他小孩 石刑的本性率直认真 只是从小被当成傀儡元首养育 没什么远大目标 所以不知道认真学习有什么意义罢了 要怪也得怪 他还没向石刑展示 自己是否拥有能帮助他达成目标的力量 这天下起了大雨 石刑再一次出逃 没想到邹房还是出现在了他的逃跑前路上 石刑也有些不耐烦了 表示自己就算不学什么学问 也会按照他的意愿行事 反正他只要能在战场上四处逃窜就行了 哪怕他的军队会节节败退 而此时的邹房一改之前的不正经 一脸正色的向神发誓 他们绝对不会败北 因为他就是真正的神 说完后 邹房就举起铃铛展示神力 正要落下的雨滴突然凝置在空中 随着邹房双手的舞动而聚拢 石刑也情不自禁跟着跑了过去 那些雨水汇聚成流 流水又聚集成点 最终在上空全部炸开 天也随之放晴 邹房站在阳光下宛如神明 随后阵臂高辉 下方的民众们也跟着一起呐喊 呐喊声响彻天际 石刑的心情也忍不住 随着这一声声欢呼而激动起来 这些人既是邹房的领地的领民 同时也是他的信徒 以惊悍强大又无坚不摧的团结力著称 所以石刑大可放心 他可是有神作为靠山的啊 接下来只要石刑培养出身为英雄的资质 就可以以英雄的身份和神明合作 石刑终于被打动了 红着脸说 自己要回到书桌前学习学问 这表情太可爱了 宗坊抱住小郑泰就狠狠贴 而石刑一边拒绝 一边又忍不住对这个男人产生了信赖 宗坊见目的达成 告诉兄弟们任务已经结束了 下面那些民众立马泄气 准备结出场费 石刑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受骗了 宗坊不顾他的挣扎 把小郑泰扛在了肩膀上 结果下一秒就一脚踩进了陷阱 不知不觉时 刑也习惯在这里的生活了 接下来他还需要召集属于他的狼党 也就是愿意为他赌上性命奋战的部下 宗坊已经为他准备了这三位 首先是同时代手去一指的用刀高手胡刺狼 未来可以担任领军的武将 而亚爷子不仅身怀怪力 还多才多艺 可以作为服侍主军的女武士 小娜心系机灵 还会使用各种秘术 很适合当总管掌管大小事 三人的年龄跟实行差不多大 陪着主军一起长大的话 默契和信任也能从小培养 将来可以紧紧凝聚在一起 不过之后的狼党就只能实行自己去发掘壮大了 互相认识后 胡刺狼问实行接下来想干什么 实行思索片刻 不出意外想玩鬼抓人 结果立马就被否决了 毕竟他们家主公实在太擅长逃跑了 玩二这个简直毫无悬念 但另外三人提出的建议更不靠谱 这时亚野子又提议可以去打猎 实行想起他们都是神社的人 居然还能杀生吗 小拿解释 邹访名神同时也是狩猎之神 并不在意这些 甚至他们在这讨论的时候 邹访就已经开始在那每每烤肉了 来到森林后 小拿率先发现了一只兔子 举起双臂试图把小兔子猛死 兔子立刻逃跑 结果被实行一箭射中 胡刺狼还有些不满意 上前将遮挡视线的树枝砍断 让实行再射一箭 实行还没来得及出手 亚野子就扔过来一个大土球 差点没把兔子砸成血雾 可惜准头不够 小兔子又逃跑了 三人刚追上去 就看到一头凶猛的野兽 将那只兔子吞噬殆尽 这是传闻中会吃人的巨大牛鬼 看到这血腥的一幕 实行吓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但他的仇人高氏 远比这头猛兽更加凶狠 如果连牛鬼都无法斩杀 还何谈复仇呢 此时牛鬼直接猛冲了上来 几人立刻四散逃开 胡刺狼还顺势射出一箭 结果居然被牛鬼坚硬的外皮弹开 眼看对方又要卷土重来 胡刺狼立刻招呼大家往上面跑 他觉得他们打不过 应该拉着少爷逃命去 然而小哪不知何时站到了树上 表示这里并不是只有胡刺狼和亚野子在 还有实行大人呢 实行 哎 我嘛 我打牛鬼 小哪想的办法是 让实行充当诱饵 引诱牛鬼去那边的松树下 胡刺狼和亚野子 趁这段时间率先过去 他们立马听懂了小哪的意思 双双离开 把实行一个人落下 累亏少主敏捷点满 牛鬼再猛烈的攻势 都无法伤到他 总是能在千军一发之际逃离 就这样一边逃 一边引着牛鬼往小哪说的地方去 早已抵达的胡刺狼和亚野子 都忍不住为他的回避技巧感到惊叹 在牛鬼到来之前 两人又做了一些准备 亚野子扔下巨石 将下方的那块石头砸得更尖锐 胡刺狼也目测了一下距离 与此同时 牛鬼终于到达了下面 听到胡刺狼的挑衅 直接放弃实行这个目标 朝他和亚野子直冲而来 结果两人瞬间撤开 牛鬼一头撞断松树后飞下悬崖 刚好摔落到下面那块无比尖锐的石头上 被捅了个对穿 而小正太和小萝莉们爽玩 就每每去泡温泉 实行舒服的脸都红了 同时对自己部下们的实力有了认知 他们准备泡个温泉 就把牛鬼烤烤吃了 肖娜轻抚牛鬼的尸体 推测他应该是幸存的远古野兽 失去了所有家人 独自活到现在 肖娜轻轻合上了他的眼睛 感慨如果他有能互相扶持的对象 或许就不至于坠入魔道了吧 实行本来在思考这句话 结果胡刺狼突然提议 下次开作战会议 就直接在温泉里开吧 大家都很支持 实行也就不再想那些 真是太跟大家见外了 泡温泉还穿什么衣服啊 他们还给自己的小团体取名字 因为主公很擅长逃跑 干脆就叫夹着尾巴 脚底抹油开溜挡 被实行给一票否决 大家一边讨论一边玩了起来 实行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最终定为逃少党 意思就是擅长逃跑的少主的党 实行本人对此也很满意 就这么决定后 大家准备去烤肉 结果一看 邹房已经帮他们全部吃光了 还厚脸皮说 这是在用自己神圣的肚子 净化他的灵魂 被几个小朋友暴揍 而与此同时 高氏也察觉到 邹房似乎在打着什么鬼主意 来看高氏是如何拉拢人心的 后提胡天皇夺得天下之后 为了奖励讨伐廉仓幕府有功的高氏 从自己的名字中赐了一个字给他 从今以后 足立高氏就改名为足立尊氏 天皇还问他有没有想担任的官职 却被尊氏婉拒 表示自己只是一介武夫 不过他身后这些狼党 俱是心智高洁 智勇双全之辈 希望能让他们获得一官半职 这番举动果然为他赢得诸多赞誉 唯有尊氏身边的总管 觉得大人的笑容 最近越来越不像人类了 而尊氏重新睁开眼睛后 里面竟有无数眼珠子 尊氏手底下的狼党 还有当初从北条家手底下叛变来的真宗 尊氏就将信农交给他负责 那里原本是邹房的领地 尊氏这么做就是推测北条的鱼党 应该是在邹房那里躲着 希望真宗找出他们 真宗义不容辞 他的攻术和势力乃天下第一 连尊氏手里那几只狮子的公母都分得出来 与此同时 实行正在邹房他们的监督下练剑 摆好架势 表情坚定 结果下一秒就立马垮掉 连个稻草树都批不开 邹房解释 这是因为实行大人的肌肉 即使在攻击中 也随时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所以在挥刀时 躯干才会软弱无力 遇到这种情况 就应该好好给他按摩一下 摸完了没有 摸完了让我也摸摸 不过好在实行的攻术天分还不错 这都是因为他父亲喜欢看攻术比赛 实行也是好好练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于是邹房就让他从攻术开始练起 毕竟以后要当大将 只会逃跑肯定会损失军队士气 需要学会边逃跑边击败敌人的方法 但邹房本人并不擅长攻术 正由于去哪给实行找老师的时候 真宗就来访了 实行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大概以前都没资格进入他们家的宅邸 邹房便让几个孩子躲进一边的小木屋里 带人前去迎接真宗 真宗这次是来耀武扬威的 幕府灭亡 郑权又回到了天皇手中 他站队了队 被天皇任命为信农领主 也就是说 现在他和邹房的地位已经颠倒过来了 毕竟当初邹房家是站在了北条那边战斗 领地自然要被没收 除了告诉邹房这件事以外 真宗还有另一个目的 那就是让他交出北条余孽 一边说一边将箭头抵在了邹房的喉咙处 邹房却丝毫不慌 表示从来没见过什么北条余孽 然而周遭的一切都瞒不过真宗那双眼镜 远处的两位武士 人群中手握小刀已被不时之需的老人 还有透过小屋窗户偷看的几个孩子 每个人都那么可疑 不过真宗并没有在今天就大张旗鼓搜寻 只是打个招呼而已 临走前却又说要另一头路献给邹房名神 剑却对准了不远处一位无辜的少女 将她的一只耳朵射穿 射完就带着部下扬长而去 实行他们愤怒不已 好在少女并没有受什么大伤 只能说明真宗的公术的确高超 实行心理清楚 虽然那对武士而言是可耻的行为 可她的公术真的好美啊 结果刚说完这句话 就被胡次郎和小哪一致鄙视 邹房却认为她率直又宽容 绝对拥有成为大将的资质 邹房忍不住偷着乐 这下总算找到一名好老师了 真宗这次过来 一是捉拿北条鱼挡 二是以此为借口削弱周访的势力 不如和她来一场鬼抓人的游戏 实行同样需要达成两个目的 一是绝对不能被她察觉真实身份 二是趁机偷偷学习她的弓箭技术 反正以后真宗肯定经常过来 实行就躲在暗处观察并且偷失 这是一场躲过千里眼的捉迷藏 想必那不知何时会被发现 或射杀的紧张刺激感 定会让实行满心雀跃吧 而实行光听着已经爽起来了 事不宜迟 周访立刻放出消息 说三天后将会在周访大社举办全追悟 到了活动这天 肖娜让实行好好加油 周访却提醒他们 在外面不能轻易说出实行大人的名字 以后就改用假名吧 肖娜就红着脸说 想管实行叫兄长 然后羞涩跑开了 这时真宗果然带人过来了 周访一点也不意外 狼急宣布活动开始 将狗全部放了出去 真宗一马当先 第一剑就射中一只白狗 接下来的每一剑都没有射空 而且都击中了上半身的要害 这是非常难的操作 实行注意到那边的周访 已经下到颤抖了 周访并不是害怕真宗 而是因为这在未来 会被认定为虐待动物 万一被挑出来骂 他会很为难啊 其实就是制作组的免责声明 很快真宗就拿下了个人组的第一名 在场上肆无忌惮 嘲讽其他人 有人不服 就说他们还有很多强者没上场呢 真宗顺势提出打赌 如果他们派出来的所谓强者 没有赢过自己 那么无论他们要在周访里内搜索北条鱼党 还是审问可疑人士 都不许插手 周访自然同意了这个赌注 他表示如果他们赢了的话 那真宗今后就不能再仗着守护之名 来领地捣乱 真宗就没想过自己会输 已经脑补了周访输掉赌注 颜面尽失的场景 结果周访就派出来一个漂亮小男孩 还说这是他们领地最没出息的孩子 接着又加了一条规则 那就是击中对方的身体 也和击中狗一样能得分 真宗觉得这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 胡次郎和亚爷子却很急 感觉他们少主已经输定了 就连小哪都表达了不理解 周访却说与高手对战 能使人获得巨大成长 而他看到的未来就是 实行将借由与真宗竞争 开启新的成长之门 这场战斗过后 他必定会学会某种帅气的招式 当然他将选择权交给了实行 而实行自然毫不意外 选择听从周访 背上剑骑上了大马 真宗这会儿正因为自己被羞辱 而感到愤怒 将怒气全部撒在了实行身上 等裁判宣布开始后 两人一起飞奔出去 真宗刚决定要射 就射小男孩 对方就率先射了过来 果然真宗立刻将目标 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当即回剑反击 被实行躲了过去 上场之前 周访告诉过实行 真宗每射一剑都会集中心神 所以他不喜欢快速搭建连射 也就是说在下一剑到来之前 实行可以趁机射狗赚取分数 那些狗里有周访专门 为他安排的招待犬 这只红狗也是老演员了 还会配合实行的动作 故意被集中 所以实行率先夺取一分 他就这样一边躲避真宗的剑 一边射狗拿分 等到真宗反应过来后 他就只剩下一只剑了 如果这剑还没射中 那就必输无疑 真宗果然开始着急 将目标又转移到了狗身上 而这些狗全是周访精挑细选出来的 跟实行一样擅长逃跑的狗狗 趁着对方将注意力集中在狗身上 实行趁机瞄准真宗 消灶犹豫和被盯上的恐惧 必定会使此人失去冷静 万万没想到 真宗居然跑进了实行的视野死角 那个位置 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射中 实行便让马急转弯 就在此时 真宗已经搭弓准备射箭 他的目标依旧在实行身上 搜的一下剑飞了出去 实行被击中 而真宗一下子就拿了五分 比分瞬间逆转 不过真宗的剑也射光了 实行摸到了头上的血 心中感到一阵恐惧 如果是真剑 他就已经死了 他立马架起马跑了起来 脸上却压抑不住的兴奋 真宗把实行射出了血 瞬间将比分逆转 不过他也没见了 所以实行还有机会 可真宗一直紧紧跟在实行后面的盲区 还不停地妨碍他射狗 故意撞人家小男孩的马 看出来实行的斗志已经快要消失 周房又开始发光忽悠人 你以为用普通的射击能赢得过他吗 你要想出边逃跑边射击的方法啊 实行居然还真想到了办法 在逃跑的时候 他的头脑才是最清醒的 瞬间就掌控了全局 知道真宗会千方百计阻碍他射狗 那就在他打算阻碍的那一瞬间 反身将剑瞄准他 可这样还是很难对准 于是实行干脆起身 抬起一条腿 站在单侧攻身 瞄准了真宗的下巴射出一剑 一下子就拿到了二分 不仅有当机力断的魄力 还有足以实现杂技射击的平衡感 以及柔软的身体 此时的真宗还坐在地上 看到实行冲来 赶紧护住头部 没想到实行直接骑着马越过了他 然后才反身射中真宗的诱饵 此乃安息回马剑 当年安息帝国靠着回身射击战术 击败了世界最强的罗马大军 接近敌军后便逃跑边放剑 不断重复打完就跑的战术 最终让敌人历劫而败 而实行此时 同样一口气拿下三分 反败为胜 还居高临下地对真宗说 这是回敬他之前射伤巫女的耳朵 真宗输了赌局 只能气急败坏地离开 回去的路上又仔细响了下 那个小鬼的举手投足 都有着莫名的贵气 难道他是北条一族的人 可这么重要的人 周坊怎么会让他堂而皇之 出现在他面前 真宗越想越纠结 周坊就是吃转了他这一点 早已将疑似北条一族之人 潜伏的消息散播到了全国各地 借此分散敌人的注意 这样他就能和实行趁机积累实力了 而实行现在的身份 就是周坊大设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童 所以每天都要跟着一起干活 不然敌人过来时可是会起疑的 胡次郎刚想说真宗 肯定不会那么快就跑来 下一秒就看到变态男充他们挥手打招呼 真宗这次还带来了天皇的轮值 说作为支持北条家的惩罚 要将周坊及其郎党的领地中的部分土地没收 没入真宗的领地 他得意地嘲讽周坊 让他十天内就把领地里的郎党们赶出去 晚上周坊的郎党们商讨该怎么办 对方欺人太甚 那他们也只能举兵战斗 周坊表示现在还不是时候 让大家先回去 只把实行一个人留了下来 说想推荐一个男孩加入他们的讨少党 这人叫风尖玄帆 是个盗贼 据说他会使用各种花招潜入任何地方 也能偷出任何东西 如果能让他帮忙从真宗的宅底中 偷出天皇的轮值就再好不过了 新的轮值不会立即被送来 这样就能帮周坊的郎党们争取时间了 而且谋求天下不能只靠正道 不然可能连真正正确的事情都做不了 所以连邪道之人也要一并纳入狼党 实行就这么被周坊洗脑了一番后离开 周坊的一个部下忍不住问 派一群孩子去干这种事情真的好吗 周坊刚解释完就察觉不对 而那名部下已经离开 头上还多了双胡尔 第二天 实行就带着小伙伴们去了玄帆所在的村子 村民们都在田地里劳作 小娜就问他们知不知道玄帆家在哪里 然而一听到这个名字 村民们瞬间跑路 连鸡哥都吓得钻进了桶里 实行他们看着一秒就清空的田地很猛逼 看得出来这人非常讨人厌了 没想到刚说完 对方就出现在了实行身后 脸上还戴着恐怖面具 把实行吓一大跳 两人双双跳到了树上 实行开门见山 邀请玄帆加入自己的狼党 结果玄帆一语道破了他的真实身份 还顺便把他们的钱包全给偷了 不仅如此 还狮子大开口 说要一百贯文 作为不向真宗告密的封口费 之后每工作一次也要一百贯文 实行简直不敢置信 这个人居然只要钱 他忍不住向玄帆确认 你不要帆国真的没关系吗 玄帆人都傻了 说实话 他是真没想到这一茬 格局小了吧少年 事实上他们这些人只要帮助实行夺回天下 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大功臣 赐藩国也是理所应当的 结果这孩子居然只要钱 所以实行非常激动地抱住了他 称赞他实在太无欲无求了 小娜和胡次郎还过来恶魔低语 等兄长取得天下赐藩国给你后 你就能赚到好几贯文哦 每年都有 你是想赚一时的小钱 还是赌上将来服侍少爷呢 人家还是个孩子 哪里经得住这样的诱惑 他知道实行是想让他去偷轮职 就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实行必须跟他一起去 毕竟他可不会为不负责任的雇主工作 实行自然是义不容辞 夜里两人在树上观察起了真宗家宅邸的情况 院子里还放着三颗人头 都是曾经试图前进去偷东西的 一不留神 他们俩也会是这个下场 而放轮职的房间被上了三把锁 锁不是什么问题 关键在于门口的两个守卫 不过对悬番来说 依旧不是什么问题 实行立刻露出了崇拜的表情 玄番也展现了自己过人的实力 从树上一跃而下后 将木棍插入地上 蹬着就越过了窄底的围墙 还放出绳子要拉实行过来 实行第一次经历这么刺激的事情 兴奋得不得了 玄番问实行 别人说什么他就干什么 身为武士之子都不会感到羞耻的嘛 殊不知在逃出镰仓的时候 实行就已经丢下了所有的羞耻心 而且他也想向周访的大家报恩 玄番无法认同实行的想法 欠人或者借人恩情 总有一天会落得一场空 只有展现金钱或恐惧 才能使人屈服 比如以前有人拜托他调查外遇 结果没付钱就跑了 他就潜入那个女人的家里 把蟑螂和小便混入米粥一起煮 从那之后 大家就因为恐惧而不敢忤逆他了 不过他倒没让实行继续跟自己冒险 而是化成了真宗的模样 让门口的两个守卫去修理吧 模仿真宗模仿的唯妙唯孝 两个守卫也不敢忤逆他 就是临走前问了一嘴 大人头上为什么藏了胡耳 玄番怒吼 这可是猛点 接着两人就这么堂而皇之 进入了房间 可玄番找到轮指后 却没拿给实行 他感受到实行刚刚有一瞬间 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毕竟只要他想 就能成为任何人 比如现在他就化成了实行的模样问他 你有自信能不抱疑心的指挥我吗 被百万武士背叛的年轻少主 然而两人低语的声音 居然被真宗手底下的顺风耳给听到了 实行和玄番潜入真宗家宅邸 居然被发现了 玄番察觉到有人正在包围这间屋子 反正他们也已经找到了轮指 玄番立刻准备离开 让实行自己跟上 实行就扎好头巾 露出坚定的表情 两人立刻从小屋撤退 玄番扔下几枚烟雾弹掩盖身形 但这些人里有个顺风耳 仅靠听力就听到 他们爬上了反方向的围离 直接朝那边射出一箭 可惜技术不如真宗 射偏了 实行和玄番也趁机翻了过去 一直守在附近的胡次郎和亚爷子 听到玄番的信号 也立刻行动起来将追兵引开 而顺风耳并没有听到 从围离跑向马匹的脚步声 推测那两人应该还在附近 就在外面的那片森林中潜藏着 顺风耳压迫力十足地走向森林 玄番和实行秉息 宁神大气都不敢出 这样下去肯定会被找到的 玄番就开始考虑出卖小少爷 结果正要离开 实行就回头望了过来 而顺风耳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直接挥着大太刀砍了过来 幸好实行及时将他扑走 顺风耳的刀砍进了树里 没能及时追上去 实行和玄番一直滑落下去 实行的背上刚刚也被刀划过 但他并没有责怪玄番 谈言自己刚才对他起了疑心 如果他死了 那自己就没办法道歉了 实行承认他是一个内心软弱 气量狭小的主君 可他绝不会背叛自己的部下 更何况和玄番一起逃跑很开心 但他今晚一直都处在兴奋之中 所以就算玄番背叛了他 逃跑时 他们也一定要在一起 说着实行就露出了一个爽朗的笑脸 兄弟 兄弟你好香 这谁看了不迷糊啊 而且哪怕是在历史上 实行虽然经常被他人背叛 却从来没有留下任何背叛同伴的记录 与此同时 真宗也骑马追了上来 可惜上了年纪 一到晚上眼睛就不顶用 于是他的好兄弟顺风儿也来了 两人依偎在马上 身体随着马的奔跑而起伏 可是谁要看这两个人的马阵啊 另一边 实行和玄番也快到了提前葬马的地方 结果一只剑破风而来 还好两人躲得快 而那只剑 居然直接将一棵粗大的树劈开 一看就是真宗出手了 可马踢生还在一丁外呢 之所以能在黑夜中都射得这么准 是因为真宗和顺风儿此时已经合体了 玄番判断 带着实行这个受伤的累赘一起跑 肯定难以逃脱 刚好真宗和顺风儿也是这么想的 两人再一次合体搭工 真宗用顺风儿的听觉调整自己的准头 准备先拿负伤的食行当目标 不过玄番可没有要抛弃实行的意思 他居然折返了回来 朝空中扔出一颗爆破弹 随后出现在两人面前 顺风儿听说过这小孩的底细 说玄番的父亲因为使用卑劣的伎俩 被视为武士之耻 遭到族人放逐 最后沦为了盗贼 因为这一族是邹访家的支派 真宗就认定对方是来偷轮职的 玄番却表示自己只是来找点乐子罢了 然后用力踹了树干一脚 无数小鸟扑扔着翅膀飞了出来 震翅声瞬间锅躁的顺风儿头痛欲裂 根本分不清方向 而玄番也开始迅速围绕在两人周围 哪怕距离很近 这移动的速度也让真宗无法精准射出键 玄番甚至还变成了顺风儿的模样 趁对方不背 直接割断了真宗的弓弦 两人也被玄番踹下马 玄番一边嘲笑他们 一边扔出两枚火弹 瞬间引燃了周围的干草 接着又告诉这两人 纸这种东西可不是用来偷的 是用来烧着玩的啊 真宗顿觉不妙 看到对面远处自家宅邸的方向 正在冒着浓重的黑烟 原来他们俩在这儿被玄番戏耍的时候 实行也趁机折返回了宅邸 一把火把收藏着轮纸的库房给烧了 而玄番又趁着真宗分神也逃跑了 顺风儿听到之前逃跑的两名诱饵回到了附近 听上去已经跟实行接应了 真宗想搭弓射箭 却发现自己的弓弦刚刚已经被玄番给割断 而实行他们四人已经集合返程 看到实行背上的伤 胡次郎和亚爷子就让玄番对待少主要更仔细些啊 实行却说多亏了玄番他们才能逃出来 还笑着说希望下次能再跟他一起玩捉迷藏 看到没有 这才是观众想看的马阵 玄番想起来父亲临终前的话 就算他遇到了不计得失 也想追随的主人 也还是要记得捞钱啊 于是玄番跳到了实行面前 表示可以以一个翻国当条件和他递约 要是敢赖账的话 他的子子孙孙和所有亲朋好友 都会被自己纠缠追逃至天涯海角 实行的眼睛顿时就亮了 所以你也愿意和我的小孩玩鬼抓人是吧 被漂亮小正太这么盯着 玄番差点没顶住 真宗的轮纸被烧了之后 自然没办法再命令 邹访的狼党们离开 但真宗不慌 反正一个月后 轮纸就会再次被送来 结果部下突然跑来汇报 说他们没办法夺取邹访的领地了 因为京都出现了一大批 为了得到赏赐而谎报功绩的家伙 天皇嫌麻烦 干脆宣布北条家以外的领地都维持原状 邹访的领地也因此而逃过一劫 真宗气得在地上打滚 邹访这边直接开庆功会 还亲手为石形包扎了伤口 感激他帮领地的狼党们争取了时间 石形被夸得心花怒放 而玄帆则在外面跟大家一起喝酒 胡次郎忍不住感慨 这家伙说不定还能潜入尊氏的卧房 直接把他暗杀掉呢 然而走访直接表示不可能 趁这个机会 他也让石形好好了解一下自己的敌人 那可是连他都无从捉摸的男人 此时的京都 尊氏带着少量随从出行 天皇的皇子便趁机向他发起进攻 人家都兵刃相向了 尊氏居然还能摆出笑脸 不解地问皇子 为什么一定要取自己的性命 皇子却笃定 他总有一天会背叛自己的父皇 为了不让那天到来 他宁愿弄脏自己的双手 皇子勇猛非凡 部下们也个个都是猛士 而在他们混战的时候 尊氏不法稳健地朝皇子走去 只用了一剑 就将他身后狼党们的头颅全部切掉 其他人甚至都没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回过神来后继续一拥而上 然而他们根本无法接近尊氏 头颅就像被切菜一样切断了 皇子笃定了自己的想法 此人就是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的怪物 他举刀向尊氏发起进攻 却被对方轻飘飘架开 而在尊氏游刃有余地招架着皇子的攻击时 还能顺手涂了其他人的脑袋 不知不觉皇子只剩孤身一人 尊氏却捏着刀尖向他下跪 表示自己对陛下的忠义坚定不移 皇子根本听不尽他说话 只想着聚集同伴 有朝一日定要将此妖孽铲除 没想到同伴们还真来了 只是他们全都越过皇子 禁止找尊氏跑去 大家纷纷关心尊氏有没有受伤 不久前还都支持着皇子的同伴 转瞬间就像是被换脑一样 成为了尊氏的拥顿 大家簇拥着他往天皇的宅邸走去 皇子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 努力穿过人群想要阻止 可最终门还是打开了 尊氏回过头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他的确是非人的怪物 每一根头发丝都连接着 操纵着他的拥顿们 就像包子一样生生不息 听完邹访的讲述 实行简直不敢置信 这跟他印象中的高市 根本就是不同的存在 而邹访也再一次问他 有迎战立足于顶点之人的觉悟吗 实行还没来得及回答 亚爷子就急匆匆跑来 周旋帆在外面喝醉后 到处乱摸舞女的屁股 还甩着鸟说要四处撒尿 实行便要跟胡次郎和亚爷子离开 打算好好教育一下这个新部下 不过在临走之前 他回答了邹访的问题 他很感激邹访赋予他的一切 就算现在的他还很渺小 就算他和尊士的差距有那么大 他都不会放弃 会继续收集宝物 一次又一次挺身面对那个男人 实行对上尊士无异于吐驳狮子 但狮子还不知道 自己将来竟然会惧怕小小的兔子 不知不觉 实行来到邹访的领地已经半年了 他也在这里度过了第一个新年 被胡次郎和亚爷子捂住眼睛拉着 来到了森林里 到地方才松开手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白茫茫大地 整个湖面都被冻住了 结果下一秒实行就摔倒 躺在地上哈哈大笑 而讨少党的五个人 也开始在这里撒欢玩了起来 不过森访这边一觉醒来冷汗直冒 因为他又到了看不见未来的时期 另一边真宗手底下来了一名大将 名叫杖监 一看长得就不像个好人 所以才会选择贫不清云的真宗 而真宗给他的第一个命令就是 逐渐蚕食邹访领地 这边的动静自然也传到了邹访那边 他们听说有敌军正在北部国境窥探打听 同时西边国境的敌军动向也很危险 然而朗党们的讨论 邹访根本听不进去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看不见未来了 因为侦察的人手不够 时行就主动请鹰带领自己的小伙伴们过去 朗党们顿时对时行赞不绝口 可邹访就比较慌了 他啥也看不见 万一有个好歹 那北条家的血统可就断绝了呀 居然还得由石形去安慰他 表示自己的逃跑功夫可是一流的 而且胡次郎和亚野子也有过侦察经验 邹访们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然而邹访依旧不同意 提出各种意外事件反驳他们 万一吃掉路边的阔鱼死于寄生虫感染 万一看到性感的女孩子死于鼻血狂喷 万一想起丢人往事 直接寻短见那北条家的血脉可就断了啦 石形越听越不对劲 而朗党们不顾邹访的反对 同意石形他们去侦察 几个小孩就直接跑了 邹访被阻拦着也要大喊 其实石形大人并不擅长逃跑 只是个逃跑时会兴奋的大变态而已呀 石形顿时羞的小脸通红 跑出去后跟同伴们商量都带什么去侦察 按理说是要轻装上阵的 结果邹访直接为他们准备了一整车 他躺在车底下忧心忡忡地望着石形 你才更像个大变态啊 接着几人又去换上郁寒的棉服 一出门看到邹访给他们准备的毛皮大衣和各种棉被 邹访依旧在忧心忡忡地凝望着石形 那么担心血统断绝 直接让石形给你生个孩子不就行了 总之甩开了邹访后 他们还是成功出发了 肖娜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老父亲偶尔就会有一段时间不对劲 不过能被邹访这么放心不下地送走 石形心里还是有点高兴的 赶了一天的路 他们总算在日落前到达了邹访领地的北端中山庄 几人并没有贸然接近村庄 而是先确定了一下接下来的行动 首先以邹访大社的使者身份进行打听 等到明天再观察周边情况 看看敌人有多少兵力 最后把情报整合起来 没想到小哪话音刚落 他们就突然被一个白发少年袭击 多亏胡次郎和亚爷子反应及时 出手挡住对方 紧接着周围的草丛里又燃起了火把 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对面的少年手握两把刀 耍得跟烽火轮似的 一个人打胡次郎和亚爷子两个都能招架得住 而剩下的石形 他们三人都不擅长战斗 不过石形相信自己的伙伴 现在这两人和与自己练习的时候 简直天差的别 原来当初他能偶尔赢过对方 全是因为他们在放水啊 想想他还对亚爷子说过 等我长大了 就是我来保护亚爷子了 亚爷子顿时小鹿乱撞 三根手指握住的木剑 就让石形前进不得 另一只手还能腾出来摸他的脑袋 归向其王室的石形顿感羞耻 而这一切都是邹访的安排 毕竟石形的对手都是试图超越人之领域的武士 面对这些怪物 有时候逃跑本领不一定派得上用场 所以胡次郎和亚爷子 必须成为一丝不苟日益精进的武士 这样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主君无余 石形站在那里都看傻了 这时白发少年突然注意到了后面的小哪 立刻收手 问他是不是小哪 还说以前他在东信农款待过自己一顿饭 小哪也想起来了 这个白发少年名叫吹雪 正在各地流浪 寻找可以让自己尽忠的主人 三天前才来到这个村子 刚好遇到挂真宗奇影的人洗劫村子 便出手相助 直接把他们全尖了 后面来的两波也都是如此 可村里的干粮已经见底 他们也撑不了多久了 而那些举着火把的 其实只是小孩子 因为在吹雪到达村子之前 成年人就已经全部遇害了 每次敌人过来的时候 吹雪就让孩子们用火把分散敌人注意力 或者挖陷阱引敌人上钩 训练这些孩子的过程中 让吹雪感觉自己可能更适合做一个伯乐 去挖掘并培养他人之才 如果这世上某处有哪位求之若渴的主君 就好办了 石形顿时眼睛放光 不过他并没有立即表明自己的身份 几人跟随吹雪回了村子 石形注意到屋子里 整整齐齐摆放了许多尸体 肯定是那些孩子们的亲人 吹雪摆出一张地形图 一边干饭一边告诉石形他们 这个村子其实是邹房领地最大的要害 这里一手难攻 只需摆明士兵 就能变成固若金汤的要塞 所以一旦被敌人占领 他们从国境进攻时 便能占据巨大优势 直接两面夹击 邹房领地中最富饶的大聚落 由此可见 指挥此次行动的人肯定精通兵法 不过他们也有吹雪这位文武双全的谋士 就是这个谋士未免也太能吃了 原来村子里存粮见底 全是被他给吃光的 吹雪解释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 无论吃多少都暖和不起来 当初和小哪的出狱 也是因为他把贡品全吃光了 小哪就假称被熊吃了糊弄过去 然后邹房天天喊着肚子饿了 闹得不可开交 可时行却很喜欢这个人 就冲着他毫不犹豫选择保护只剩下孩子的村庄 就足以看出此人的大意 时行非常渴望吹雪能成为自己夺回天下的臂膀 顺便偷偷向他请教剑术 然后给胡次郎和亚爷子一个惊喜 然而小哪却逝世以实行的性命为先 还是建议直接带着孩子们逃往安全的邹房领地 却被实行拒绝 这些孩子们已经失去了父母 不能再让他们失去家乡了 于是他主动请求吹雪 能否让他们也协助作战 吹雪自然是求之不得 与此同时的村落外围 杖监正坐在尸山血海之中大口喝酒 胸口处全是蚂蚁在爬 他们虐待残杀这些被抓来的村民们 杀完再念一句南摩阿弥陀佛 罪孽就算一笔勾销了 于是手下也跟着呼唤佛祖万岁 这支军队名叫争以党 是五个人就能毁灭一座村落的强者集团 然而这样的强者已经三次去那个村子有去无回 所以杖监斩杀了一位村民后 决定这次亲自带队大干一场 实行他们已经确定了作战会议 由亚爷子和小哪去山脚下的村庄借兵助阵 悬番回走访大社球员 吹雪则带着孩子们提前挖点陷阱 等吹雪全都布置好后 实行才悄悄请他借一步说话 于是两人来到了村外的草地 吹雪一上来就对实行发起了进攻 而实行也轻松躲开 接下来轮到他来进攻了 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伤害0.5 吹雪算是看明白了 这个漂亮少年虽然逃跑天赋点满 攻击方面却差到一塌糊涂 所以才想请自己传授连他也能杀掉敌人的剑术 吹雪先试探了一下实行的身份 但实行下意识否认自己身份高贵 说自己的父亲只是邹访的武士 死于一场火灾后 他就被邹访大社收留了 不过吹雪还是被他的温柔打动 并且想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剑法 这也是他认为的世上最为温柔和慈悲 同时也是最残酷的剑法 名为鬼心佛刀 但这招只能在单挑时使用 简直就是为实行量身打造的 吹雪推测明天敌方的主力军就会攻过来 直接决定让实行来拿下敌方大将 到了第二天晚上 杖坚的军队就已经悄悄完成了前后加攻的包围网 他们并没有选择从正门攻入 而是打算从山上下去 因为杖坚虽然对他们的实力很有自信 可先锋部队已经三次有去无回 说明对方肯定提前布置好了陷阱 这样的话 他们选择骑袭才能事半功倍 这个时代有一群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恶党 他们失去了各自的故乡 沦为山贼后 试图建立起独立天国 既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还具有极为出色的战术和组织能力 而杖坚哪怕在恶党之中 也是最为危险邪恶的存在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恶党军队们立刻举着火把 从山上冲了下去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山顶居然铺天盖地飞下来无数羽舰 这时候再折返回去 无异于火把子 所以哪怕意识到他们中计了 杖坚也只能下令继续下山 同时推测出敌方兵力不足 不然也不会使用这种战术 而剩下的人才刚到山脚下 就纷纷滑倒 这是吹雪的第二个准备 提前截断水路 饮水环绕村子 在这样的天气下 一晚上就能结冰 现在村外的那块平地 俨然就是兵场 那些恶党站不起来的同时 还要面对从村里飞来的箭矢 而且山上的工兵也下来了 最后反倒是他们被两面包夹 杖监出师不力 转瞬间就失去了大半兵力 剩下的人好不容易 踩着同伴跑出滑冰场 又一脚踩进了洞穴陷阱 直接被切断脚 不过接下来就轮到吹雪 亲自出马了 小拿找来的邹访神党 虽然水平很不错 但毕竟人数太少 消灭的只是那支军队的小喽啰 三个干部级人物 还是直接闯了进来 而杖监看到这种情形 直接把小弟们 当吸引敌人注意的诱饵 自己则全副武装 准备上战场 先让部分士兵 干掉对面掌控全局的工兵 就这么不慌不忙 绕过了兵面和洞穴陷阱 同时还清扫了守备兵力 最后跟三个干部 一起进入了村子 吹雪直接判断出 他才是头领 让援兵继续专心围攻 喽啰士兵 这四个就由他们孩子解决 话音刚落 胡次郎和亚野子就出场了 一上来先砍了 其中一人的肩膀 又甩出烟雾弹 弄瞎另外两人的眼睛 最后双双冲向了杖尖 亚野子率先举刀 砍向敌人腹部 没想到丝毫砍不动 反倒是对方的刀 马上落到他的头上 多亏胡次郎及时出手架开 紧接着顺势刺向杖尖的喉咙 结果被对方立刻举起盾牌挡下 要知道杖尖可是直接武装到牙齿了 是名副其实的盔甲武士 想要刺入对方的身体 只能从盔甲之间的细微缝隙 不过就算胡次郎找到了这样的缝隙 还没攻进去 就被杖尖甩开 杖尖还说自己不杀小孩 只会温柔地拔掉他们的牙齿和舌头 再挑断脚筋 把他们做成奴隶而已 亚野子和胡次郎听到之后 转身就跑 他们现在已经确认 自己能躲开这人的剑术 那石形就更能躲开了 于是两人直接把杖尖引入一个房间 等他一进去 就立刻把门锁上 而房间里就只有一个石形 坐在佛像前等着他 胡次郎冲里面喊了一句 少主 您可千万别死了啊 然后就和亚野子一起离开 因为吹雪说过 刘石形一个人 反而更容易击败那个秃子 目前几乎所有局势 都在吹雪的预料之中 这让胡次郎都忍不住钦佩他 而吹雪本人更是举着双剑一跃而下 准备好亲自参战了 与此同时 杖尖先打亮了一下屋内的环境 最后目光落到了 面前漂亮小男孩的身上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哎呀 居然被关起来了呢 不过这小男孩的价值 确实比刚刚那两个孩子高 最起码能值两贯文 稍微教会一点才艺 没准能值三贯呢 可怜的石形 又被变态男人给盯上了 但他只想问杖尖一个问题 村里那些孩子的父母 是不是他下令赶尽杀绝的 为什么要做如此残忍的事情 杖尖直言问得好 理由就是杀人父母 他会感觉非常畅快 杀了父母之后 再把孩子卖了 就更畅快了 反正那些孩子今生今世 只能活受罪 一想到他们会过上 如此绝望的人生 杖尖心中就充满了愉悦和满足 他的话无不招视着 这就是一个人渣 石形便也放心了 坚定地握住手中的刀 而他的勇气也让杖尖决定 认真对待一下这个少年 先不把他当商品 而是当作武士 两人互相对峙 战斗一触即发 另一边吹雪也在以一敌二 对面两人的实力都不可小觑 他也没有贸然进攻 而是一直在勉力抵挡 一直到胡次郎和亚爷子他们回来 用言语挑衅带走其中一个 吹雪的对手就只剩下了这个小丑 看到自己兄弟那么生气 小丑乐得哈哈大笑 还说他兄弟是他们之中最强的 吹雪却默不作声将他引到了一旁 因为通过刚刚的试探 他已经确认了 他们之中最强的是这个小丑才对 并且此人并不想暴露自己的实力 而石形一直在躲避着杖尖的进攻 杖尖自认早已看穿他的计谋 就是在狭窄的室内来回逃窜 等他的刀卡住再伺机攻击 石形拍了拍头上和脸上的尘土 并没有否认对方的揣测 为了不让石形得逞 杖尖早已将大钛刀换成了短的打刀 所以他根本不拒 反倒是石形 在如此狭小的屋子里 再躲能躲到哪里去呢 眼看对方急冲过来 石形想起了战前吹雪的提醒 如果认为自己赢步了 就打翻蜡烛从天花板逃走 而房间的地板事先涂了油 顺利的话也能烧死敌人 不过最优解 当然还是凭石形的本事 独自击败敌方首领 当时的石形并没有自信 于是吹雪告诉他 是他误解了刀的使用方法 因为温柔才是他的武器 而这份温柔最适合斩人了 想到这里 石形摆出了吹雪教他的姿势 蓝手竖在身前 就像慈悲的佛一样 静静等着杖尖自己冲上来 下一秒 鲜血从他的手腕处蹦践而出 而杖尖脸上写满了不敢置信